終於玩恆大15日舉辦8週年活動 昆達正式成為小隊長 同時宣布新計劃啟動 聊到今年憲哥跟KID 再度以玩恆大入圍 異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權獎 但是女兒Sandy卻覺得 娇哥的婚禮歌手贏面也很大耶 剛才Sandy說情感三大蛋 也希望你們大任何名三個得獎 可是她覺得婚禮歌手那一組 演得 機會很大 那一組應該讓 Bluenormous 沒有啦 她那個是 黃色鑽在入圍 喔喔喔喔喔 她們也有入圍 啊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喔喔喔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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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我以為你在講國外那種婚禮歌手 叫一般人的那個宿人的婚禮歌手 知道啊 Bluenormous 然後他們 都是女天過的 去 他們去出現在婚禮裡面嘛 然後昨天給大家Suprise 對啊 那Copy國文 Bluenormous 啊啊啊 那Copy國文 對啊 Copy國文 你希望往上寫 OK Copy國文 為什麼 不是 現場播我焦哥 不是 那你播給她焦焦也會講 啊對推我們那個事情 對啊 但是沒有關係啊 那別人想得不上大壓 嗯 但人家焦哥才不是這樣想的 焦哥火速在臉書上回應 表示昔日跟憲哥是老戰友一起奮鬥 常常會在金鐘前鬥嘴 還說憲哥自稱是圈內的圈外人 那要媒體不要再問圈外人演藝圈的事 最後附上11個哈 看得出來有點小情緒 這趴結束後 繼續跟金鐘有關的問題 憲哥又語出驚人啦 憲哥覺得小兒子有機會勝算 一段時間 我真的不知道她又回到一段時間 她兩個節目耶 兩個節目 她兩個節目 你一想講 我跟小姐不是一弟 但只有一個委屈 她好猛喔 蛤 她也不是 沒有啊 她是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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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啊 那你以後 她有帶女兒出來賺錢嗎 不知道 我已經是圈外的 圈內的圈外人 喔喔喔喔喔 憲哥今天的發言 真的是太有話題了